大家好,我是小静 不得不说,闺蜜介绍的这款瘦身茶,效果实在是太好了 我亲自测试的,喝了一个月瘦了十斤 这道茶非常适合久坐不爱运动的人群 如果您节食、运动都坚持不下来的话,不妨尝试一下这道茶 首先准备10克玉米 玉米被称为河本科植物之王 营养价值极高,具有非常好的健脾去湿的作用 先把玉米倒入平底锅中翻炒一下 玉米属于寒性的,需要翻炒一下去除它的寒性 翻炒的时间不需要太长 大约3分钟,玉米发黄就可以了 玉米炒好之后,直接放入养生壶中 再加入约1000毫升的纯性水 先把玉米煮上15分钟的时间 接下来再准备5克陈皮 5克福林 加入清水,把食材清洗干净 陈皮可以里气煎皮 福林可以健脾除湿 清洗干净之后,把食材过滤出来 接着再准备2克荷叶 加入清水,把荷叶清洗干净 荷叶茶自古以来被称为瘦身茶 荷叶当中含有的生物碱有非常好的分解脂肪的作用 荷叶清洗干净之后,把它也过滤出来 一米煮上15分钟之后,就可以把其他的食材倒进来了 需要注意的是,荷叶属于寒性 如果是寒性体质的话,可以少加一些荷叶 这个茶不仅可以减脂瘦身,还可以健脾去湿 对身体也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 如果您身体士气重,久坐不运动 不妨尝试一下这道瘦身茶 每天像这样喝上几天,身体就会轻松很多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拜拜